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六根定念相续 以这个方式修行而震入圆中 专于念佛法门 来色化这个娑婆世界众生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大士智 根据《无量寿经》里面说 观世音大士智 这两位大菩萨 都是从娑婆世界 以凡夫的身份发愿修行 而震到现在的国地 他现在在基督世界 可是他已经是老早在 久远之前 就是在娑婆世界 修学佛法成就之后 才到基督世界主导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大士智菩萨 他也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之一 修行成就了 到了极乐世界 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 这是大士智三个字的名号 法王子就是菩萨 这个名像前面讲过很多了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那么他继续 菩萨的功力 努力建修 成为等觉菩萨 将来基督世界 虽然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寿 但是有量之无量 我们没有办法 体悟他的数量 就是生文元诀以下 都没有办法体悟了解 阿弥陀佛的寿命数量 所以叫做无量寿 但是还是有量 最后 他的化缘进了 阿弥陀佛入涅槃之后 那么观世音菩萨成佛 那么观世音菩萨 继续在基督世界教化 等到观世音菩萨 他的化缘满了 那么大士智菩萨 继续在基督世界成佛 那么度化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 根据观世音大士智 他是次第 一直在基督世界 继续度化众生 那么因此 他在基督世界 为阿弥陀佛的帮助 弘化的大菩萨 所以叫做法王子 佛为法王 依法自在 所以是法王子 现在 因为前面是大远通 你的菩萨 说是大远通 已经讲过了 现在 他要说 他的念佛的根大远通 所以 他跟他同类 修这个法门的 这个所有的菩萨中 那么从自己的座位起来 所以接下去 经文说 与其同伦 五十二菩萨 自从作极 与 共同的一些事 大师师菩萨 带领了 跟他同样 轮就是 内 同类的菩萨 同类修念佛法门的 这些菩萨 有五十二个 接位 五十二菩萨 不要看着 五十二个人 这是 五十二个 接位 就是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这五十一位 由人解释 等觉之后 加妙觉 成为五十二位 我认为 妙觉排进去 不投当 为什么 妙觉是佛 等觉进一步 就成佛 成佛就是妙觉 所以妙觉地 他是成佛了 那么大师师菩萨 他自己 是等觉菩萨 就是等觉地 在菩萨的 接位是最高的 而这个 妙觉是成佛了 不可能啊 以等觉菩萨 带领成佛的佛 来礼佛 没有这个事情 不对 所以 不可以 把妙觉 排进去 成为五十二位 那么既然 不能把妙觉 排进去 那只有五十一位呢 既然只有五十一位 为什么经文说五十二呢 这五十二的 还有一个一 在哪里啊 不要忘掉 前面有个甘位地 经文在后边 在第八卷 才说到 十姓之前 初姓位之前呢 有甘位地 这个甘位地啊 就是三殿四刚成佛 这个 我以如来 法流水街 所以叫做甘位地 甘有其会而已了 这个甘位地 就是十姓的 初姓之前 初姓之前呢 有个甘位地 因此啊 应当 把甘位地 排为第一 等觉 排在最后 五十二位的 这个秩序啊 第一 甘位地 然后才是 十姓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就五十位了 然后等觉 那么前面有甘位地 五十一 后边有等觉 五十二 所以这个五十二位啊 就是 加上前面的甘位地 不要把后边的 妙觉排进来 啊 应当是 等觉菩萨的 大师子菩萨 带领出前面的 十地 啊 还有跟他相同的等觉 啊 前面的十地 啊 还有这个十 十回向 十行 十住 十信 还有十信之前 刚刚成就 刚会地的菩萨 啊 都算进去 这样子叫做 五十二个 结位 五十二个 结位啊 所以这个 同伦的 同类的 五十二位 菩萨 他们这些都是 修念佛法门的 啊 是跟他同类的 啊 所以叫做同伦 啊 同样是修这个念佛法门的菩萨 那么 呃 同时啊 从座位起来 啊 因为要挺伐呀 所以起来 啊 既从座起 既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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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米勒菩萨的话 讲完之后 大师之菩萨 随时 从他的 造位 起来 不但他自己 起来 跟他同伦的 五十二个 结位的菩萨 不晓得有多少 啊 也许是上天上万 啊 跟他同类的 五十二个 结位的菩萨 也一样的起来 同样要挺伐吗 啊 都站在 大师之菩萨的后边 向佛 顶礼啊 顶礼佛祖 无底头地 顶礼到 释迦牟尼佛的 祖下 啊 啊 礼拜完毕之后 啊 然后啊 才禀白于佛 说出 下面的话 啊 所以这就是 第一段 续疑 续俗 啊 这个 大师之菩萨 要请发之前的 威仪 所以叫做续疑 第一段 接下去的经文啊 从这个 我一往西之下 一直到 归于定度 这一段文 叫做正说 正说明 念佛源通 啊 正说里面 有四段 把它分成四段 来做说明 第一 古佛 清守法门 古经的古 啊 古佛 清守法门 古佛 就是大师之菩萨 最先 清净的 这个超日月光佛 啊 这个古佛 亲自 传手 念佛法门啊 解大师之菩萨 这是第一段 啊 古佛 清守法门 啊 古佛 清守法门的经文啊 我看出经文 我先把这段文念出来 我一往西 横后 有佛出世 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相聚一切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比佛教我念佛三脉 这段嘛 就叫做古佛 清守法门 再接下去第二段 详遇感应道教 详细比喻感应道教的道理 就是念佛怎么念 啊 真正在这里讲出来 第三 何意显示身一 啊 把法意何福前面的比喻 来说明显示这个念佛的 啊 深厚的利益 叫做何意显示身一 啊 这文字都在后边讲到在说 啊 既是 树极自利利他 大使之佛他讲到最后 他去除他自己 啊 修念佛法门为自利 用这个念佛法门的设画 所有众生 这指他的利他 啊 所以后边经文说 啊 我本人的一念佛心 若无生人 这是他的自利 经一次见 设念佛人归于进度 这是他的利他 啊 这是第四段 出几自利利他 现在我们先讲第一段 啊 古佛亲手法门 啊 最早他所听见的超日月光佛 亲自全手念佛法门 这大使之菩萨 这大使之菩萨 我一往西横幅沙街 有佛出事明不亮光 十二如来相聚一间 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三脉 啊 彼佛教我念佛三脉就是亲手法门 我大使之菩萨自身 我大使之 啊 我九眼之前 往过去 西从前 呃 多久啊 横幅沙街 把横幅的沙子 伊丽莎算一个大街 一个世界成祝怀空 一变算一街 竟把横幅的沙子算定 那么多的大街之前 啊 这个 大使之菩萨最初第一次 所听见的佛 啊 那么 那个时候连组有十二尊佛 出现时间 所以说 有佛出事明无量光 当时第一尊佛出现时间 叫做无量光佛 啊 那么连组有十二位佛 出现时间 第一位无量光 第十二位 就是超日月光 所以十二如来相聚一街 这个一街啊 就是一个大街当中的住街 住街的二十个小街 啊 例如我们现在闲街 啊 现在闲街有一天佛出现时间 释迦牟尼佛又为第四 现在这里是说 那同一个 住街当中 一个大街的同一个住街当中啊 有十二位佛 连络出现在时间 第一位是无量光 那么中间第二到第十一 将去联系在那个世界 视线成佛 其最后佛 最后一尊佛 十二位佛的当中 最后一尊名 超日月光 最后一尊佛啊 叫做超日月光 那么当时这一尊佛就教大师 自菩萨修 念佛 那么这个中间的十位佛 经文只列出第一位的无量光 跟最后一位的超日月光 中间还有十位 没有列出名号来 一般住家 都把无量寿经里面 阿弥陀佛有十二个名号 就把这个十二个名号列出来 认为就是他 是不是 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先说这十二个名目 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十二光佛 第一就是无量光佛 第二是无边光佛 第三是无爱光佛 惯爱的爱 无爱光佛 第四是无对光佛 相对的对 第五是燕王光佛 火焰的燕 燕王光佛 第六是清静光佛 清静 第七是欢喜光佛 很欢喜的欢喜 第七是欢喜光佛 第八是智慧光佛 大智慧的智慧 智慧光佛 第九是不断光佛 光明连续不会间断 不断光佛 第十叫做难思光佛 难思难意啊 佛的光明不可思议 所以叫做难思光佛 第十一位叫做无称光佛 称是称赞 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称赞 佛的光明属生 所以叫做无称光佛 第十二就是超日月光佛 这十二个名字啊 在无量寿经里面列出来 有这十二位 但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十二光佛呀 那只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 而他的光明无量当中 说明他的光明啊 有这十二种的意义来说明 而实际上只是一尊阿弥陀佛 一尊阿弥陀佛里面有这十二个光的名号啊 来表现他的这个殊胜点 现在这里啊 这里情况不一样的 这里因为是说十二位佛 不是一位 是十二位佛 都是光 而连续出现世间 这里讲的是十二位 是十二位尊佛 而不是像无量寿经所说的 只有一位佛 十二个名号 这个情况不一样 刚才讲到十二如来相聚一节 这是说 十二尊佛呀 在一节当中连续出现 就是一尊佛出现世间 说法度众因缘定了入灭 然后又一尊佛出现世间 是这样子 所以说第一尊佛 出现世间的第一尊佛 叫做无量光 就是无量光佛 那么有人呢 就把这个无量光看作阿弥陀佛 不是的 为什么 你看看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节 释迦摩尼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成佛才到十节而已 十节就是十个大节吗 十节成出外风十遍 阿弥陀佛现在是在基督世界说法呀 他无量寿啊 现在才成佛十节而已呀 可是我们这里经文所说的 十二如来相聚一节呀 第一尊佛无量光出现世间 说法度重 因缘尽了入灭 这个无量光佛是已经入灭了 然后第二尊佛出现之间 那么第二到第十一经文没有明文 就是借用无量寿经的这个明像来说吧 那么第二尊佛的无边光 那么第二尊的无边光 假定 假定是无边光 第二尊是无边光的话 那是无量光入灭以后 无无边光才出现 也是成佛以后 稍发度重 因缘尽了入灭 然后第三尊会出现 第三尊无碍光 这样一尊一尊 一尊出现世间 远尽入灭 然后又一尊出现世间 这样的连贯下来 就像我们这边 显接天佛 过去已经有三尊佛 聚留尊佛 聚那哈摩尼佛 加舍佛 都已经入灭 然后释迦摩尼佛出现世间 是第四尊 现在释迦摩尼佛也入灭 要等到第五尊弥勒佛 那么这个十二儒 相聚一切也是如此 一尊一尊 一尊灭渡了 然后又换一尊来 出现世间 降生啊 出家 修行成佛呀 然后稍发度重啊 远尽入灭呀 八项成道 一定是这样子 那么第三无碍光 第四无罪光 第五愿望光 第六心境光 第七欢喜光 第八智慧光 地球不断光 第十难是光 第十一无尘光 就是这样一尊一尊的 一直连灌下来 到最后一尊 经文说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这个十二如的相继地球连续出现世间 进一个住街里面 相聚一街 进一个大街的住街里面 住街 假定以我们这个时间算 就是二十个小街 在这个二十个小街里面 十二尊佛连续出现世间 最后一尊名字叫做超日月光 日 世间的日光 太阳了 月 晚上的月亮 就是太阴了 佛的光明超过日光 超过月光 所以叫做超日月光 因为世间日月光 有他照不到的地方 以天宫来说 逃离天再往上 夜摩天以上 日光就照不到了 后面经文说到的 而就是在人间 日光能够照到的地方 日光虽明 不照浮盆 日光很明 光明很大 可是你把这个盆子 翻过来浮入了 这光就没有办法进去 比如你的连盆 西点的连盆 水桶浮过来 看不出来 光就没有办法进去 地面就没有光 所以日光虽明不照浮盆 那么佛光啊 没有障碍 前面说过的 无碍光 它是不出不照的 就是最深 最游暗的地方 贴围山 山途 无间地狱 最苦的地方 佛的光明都能照到 日光是找不到的 所以佛光超过所有的日月灯光 千万一倍 所以叫做超日月光佛 这个超日月光佛 是最后一尊 是第十二尊 一阶十二尊佛的 第十二尊 这个第十二尊佛 出现世间的时候 这个大师之菩萨 才亲近这个超日月光佛 教他修炼佛法门 所以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山脉 彼佛就是指的超日月光佛 大师之菩萨自己说 彼超日月光佛 就是第十二尊佛啊 他才教我修炼佛山脉 山脉就意叫做山脉 心意就是三摩地 三摩提 本经啊 心就意愤合用 因为他要排成四个字一句啊 这个地方就叫做念佛山脉 有些地方就写出三摩地 或者三摩提 前面已经讲过 四千多 五千快完了 这些名词啊 前面都有 都有看过 有三摩地 有三摩提 有三摩 现在这里说念佛山脉 山脉是印度化 啊 心意三摩提 三摩提 翻成中国话就是镇定 镇顺 啊 他的定功 和服这个山脉的条件 完全一心相合 正到这个功力就叫做山脉 由念佛 由念佛而成就这个念佛山脉 嗯 念佛 平常说 有四种念佛 啊 最高深的 十相念佛 其次是观想念佛 是观不量说经里面所说的 观想念佛 第三是观想念佛 看住佛像 来做观想的前方便 那叫做观想念佛 第三 第四就是持名念佛 我们平常念的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嗯 念这个佛的名号 嗯 那叫做持名念佛 这个念啊 不是单用贼念 要用心念 你看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 这个念字哈 金心 金 当下这一念 当下这一念心 在哪里念佛 就叫做念佛 啊 有人啊 把这个念佛的念字旁边加口 加口 这是多余的 那就变成口念心不念 哦 那加口 我们念佛的 阿弥陀 阿弥陀 都是用嘴巴念嘛 那心里可以不念啊 韩山大师说 可念 弥陀心散乱 啊 呃 喉咙 喉咙 喉咙破也突然 你的嘴里 噢咙咙咙咙 心里没有 心里想中想西打妄想 那么这样子就是把喉咙念破了 也没有用 啊 啊 那好像鱼呀 鱼在水里 一天到晚 他在嘴巴张开水就进去 从两边的鱼尸地出来 一点也没有到他肚里肚子里面去啊 假如咱嘴念心里不念就跟这个鱼夹水这个情况一样 啊 所以念佛是用心念的 不是单用口念 那么口念是做心念的帮助 啊 因为如果单用心念默念 很容易打断 妄想一来了 佛就抛掉了 所以 一方面 口里念 耳朵听 听进去 由心里想去 那么这样子轮转不息 就是实名念佛最简单嘛 你也要做到 从心去 从嘴念出 从耳朵听进去 这样子轮转不息 从心去 从嘴念出 从耳朵听进去 啊 这样才叫做念佛呀 不是嘴巴里 阿弥陀佛 啊 心里面有 这就不对了 所以 这个念佛在念字啊 旁边不要加一个口字啊 那本来就是精心 当下最念心在念佛 心里不能不念 心里不念那就不叫做念佛了 哦 呃 持明念佛 就是我们平常念佛号 观像念佛 就是做观祥的前方便 观无量寿经里面有 十六种观伐 这个十六观里面 有一个像观 就是如果你观想 基督世界不曾看过 阿弥陀佛的像好状怨 从来不从来不曾看过 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 那么因此啊 把这个 最庄严的佛像 先看 用眼睛看 叫做观像 用眼睛看佛像 从头顶看到脚底啊 把看了清天俗书分明 看成熟连了 眼睛闭起来 佛像就在面前 这是观像成就 那么由此可以进入观想 成正的小眼睛看啊 了解 如果ジャ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